货柜车驾驶当时整个人卡在变形的驾驶座里面 吉祥人员是紧急出动了拖掉车 破坏车体才将驾驶给救了出来 不过驾驶的左手臂已经明显断肢 紧急送医就职 今天17拍到货柜车才刚转弯就突然失控 直接侧翻倒在交流 拖护栏上 事故现场 车头严重变形凹陷 挡风玻璃也整片碎裂 驾驶座旁更是留下了大片袭击 由于驾驶一度卡在变形的车体内 左脚和左手都被卡死救援困难 紧急出动拖掉车 好不容易才将驾驶救出拖困 这起翻车意外就发生在台南永康交流道 由于整辆货柜车倾斜翻覆 四轮悬空 导致车流量大的交流道 只剩下部分的右侧道路可以通过 游泳人只能小心翼翼慢慢通行 而卡在驾驶座上的货柜车司机 意识清醒 紧急送医 手上之明显的就是已经断职了 已经断职 剩一些皮肉相连而已这样子 意思还算清楚 意思是清楚 由于货柜车反腐的路段 刚好是个转弯处 研判可能是车速过快 才会失控翻车 虽然司机受伤送医 但幸好没有波及到其他无辜车辆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记者还能报道 新车安全真的要特别